當知道要比賽時 心情就不是太大分別 當時會想怎樣去去預備好這個比賽 是想要如何去訓練好自己 讓自己有足夠的能力去應付比賽 然後到比賽前 臨上擂台前 因為之前真的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去準備每一場比賽的時候 其實在擂台前會很期待比賽 因為很想知道自己 究竟這麼努力付出之後的成果會如何 我認為最大的困難是傷患 經常困擾你 可能比賽會越來越近 但一天一天這麼近的時候 你會更加緊張 想快一點去康復 腦袋就會不停地想 別人出這個的時候 可能要走左邊 走右邊 不斷在想 他會不會出這邊 會不會出那邊 是很集中精神 只是想著他會怎樣走 怎樣出拳 怎樣防守 每一次比賽的時候 都會是 精神太過集中 你不會覺得有一個很舒暢的感覺 很暢順的感覺 就算有失誤 我也要集中精神去保護好自己 好好的 好ね 喔 我剛剛沒說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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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